有人去专门做这个洗衣服 5块钱一件 生意简直不要太好 5块钱洗一件衣服 跟捡了大便宜一样 想赚钱嘛 肯定要你吃点苦 你可以便宜一点 3块钱一件 厚得5块 你一天洗个20件 就可以挣100块钱 移动楼1000个人 我就不信没有100个懒人 100个懒人 一天给你洗衣件 一个月你就有上万了 大家好 这里是报复研究局 我是一点也不阴阳怪气的 二号研究员 张公公 听说过元宇宙宠物像吗 我最近发现一些 元宇宙宠物像吗 开始出现在一些 19岁左右的 校园创业博主的 短视频商品橱窗里 说是不需要技术门槛 就可以参加 号称单笔利润300元以上 怎么呢 这时刚得到分头 就技术开源了 不需要技术门槛 就可以赚钱了 我这么一搜呢 就发现 它跟那些正经八百 需要通过系统软件 检测的元宇宙宠物 根本不是一回事 而是被包装成了一种 不依赖专业技术的 新型校园创业骗局 你在某音上搜活梦 光是这个项目 就有一千多个大学生被骗 涉案金额400个万 咱们今天呢 就根据我采访 和卧底的情况 和大家聊一聊 这些随着短视频 时代冉冉升起 校园土味朋克骗局 到底是咋坑人呢 要说这些骗局啊 还要从这些 校园创业博主说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在各种短视频平台 看到各种号称 在大学里就赚到100万 年纪轻轻就有 房邮车的创业高管 如果你没看到过 建议把感谢算法 打在公屏上 你可以试一试啊 在各个平台 搜这么几个词 校园创业 大学认知 商业思维 就会发现各种牛逼的片子 像水晶宝宝猎变一样 遍地是大王 那这些人说的 校园创业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研读了一下 他们16型校园 激情创业项目 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要想赚钱就去做 校园劳务 驾校代理 培训机构 救出代理 校园小卖部 校园打印机 补习家教 二手手机 校园工作号 二手电评车 高校表白 详校园 摇猫群 快递带拿 外卖跑腿 校园电话卡 找富婆等等的 别怀疑 我就是怕你听听之后都信了 好 这些项目有多离谱呢 这里给大家简单举两个例子 比如这个 做学校打印服务 两个月赚18万 它的方法是 你定价比学校便宜一半 再送货上门 还可以让学生花19块9开个会员 大学四年免费打印 这样一个星期 有12000人付费 就能一次性赚24万 那这建议简直就是送你去超路 可以试试 但凡不骗钱跑路 能给你赔的裤衩落风 如果有几个聪明人 全班甚至全专业 开一个会员 满头大汗直接白嫖你四年 回头就能出一本 校园菩萨转 当然人家也说了 最风之一不在酒 在流量 试问这样的菩萨 谁不心动啊 谁不管你要微信呢 等你守过全校的流量 再接点广告啊 做个微商啥的 那转个几万不是问题 再说一个电瓶车创业项目 就是让你在网上 到一个非常拉风的车的图 发在各个平台上 低价转让 当收获几百位精准客户后 就可以以车卖的为由 以上高的人 买他破烂的二手电瓶车 不得不爽 这真是房产中间 那怎么就没想到 靠这一套操作卖车就过 顺便还清爸爸们的押金 成就一顿商业佳话呢 这会儿你们可能 已经把键盘上的问号都扣拉了 但别急着开麦嘲讽 这些普信精神王者 他们有的真靠 这些短视频骗到的钱 在视频中 各路导师都透露了 想知道具体的赚钱方法 可以私下交流的信息 你要是本着就藏藏经验 不入坑的想法上门 就是说你连这些创业项目都能信 给你来一个大全套的精神SPA 你真的扛不住 我们找到了一些 被某校园创业大师吕布骗了的学生 受害者给我局提供了一张图 从这张图咱们可以看出来 假设不涉及虚假宣传 那么至少有11个群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个群大概100到300人左右 要知道进群都是报名交了钱的 门槛费从2580到4980 1万元不等 咱们就往少了算吧 10个群 每个群里有100个人 再去掉一半的托 250个人算 每个人按照推提 2980的加盟费算 这一波也至少能镜片150万 说到这你可能好奇一个问题 按说2980对一个大学生来说 那也是不少了 他们是怎么优税这么多人入坑的呢 首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些视频里有一个人文榜 那就是 他们所提到的项目 好像是每个学校里 都有那么几个人在做的事 他们离你很近 你甚至可能还听说过 有人通过这些方法 赚到了点小钱 是那种听上去有点离谱 但又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的 试一下 万一能成的好事 于是有人就反思 是不是你在一年之间 放弃了这些成本少 技术低来钱快的项目 才拉开了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还有世界的参差 尤其是在看到 这些青年成功人士 强调自己出身普通 很早就进入了社会 如今当19岁的 他们开着自己赚钱买的车 回到自己住了20年的小村庄后 就想得格外励志 这一套心理工房 就是利用假光环 建立起身份地位优势 形成 我们一开始都一样 甚至我不如你 但我现在比你困得好三句话 就能把你的嫉妒心 拿捏得死死 据很多学生和我的描述 他们之所以会相信吕布 最普遍的一个心理 就是因为 他在某平台的粉丝 有60万 他会在和学生的交流中 不断地给学生灌输 如果我是骗子 会有那么多粉丝吗 直播的时候 会没人说吗 我特意咨询了 做相关业务的人 某人买个假粉 60万 也就是6万左右 走地下穴道 可能会更便宜 然后在这种心理优势下 再搞一套权威的背书 在简介里写 自己是某公司的高管 拍一些名车 和公司的照片 受害者发给我的一段 他和骗子聊天节图里 背骗学生提到 在他心里有顾虑时 吕布都用自己的公司 是和杭州电视台 有合作这种话说 去打消他们的顾虑 虽然我是没有查到 在哪里合作的啥项目 但不妨碍 大夫人懒得查就信了 你看 你们连这些都懒得查 怎么能相信自己 是靠勤劳之夫呢 第三点 挑黑板 这是你们以后 八成都会遇到的 或许有些人经历过 各种野鸡线上课 或者健身房 等各种半卡的套路 只要到退费那一步 那就是一个川剧变连 如果是口头上承诺的 那可以用一句 这个人被辞退了 他的行为 公司不承担责任 来堂次 如果有书面承诺 各种文字陷阱和精神威胁 能对没有法律意识的学生 进行降维打击 咱们就拿这些旅部来说 他们会声称自己的项目 零能卡 零风险 包赚钱 最低2980 只要一次性复兴 就能永久性的给你当爹 一对一服务的那种 不仅从此你赚钱 道路上的坎儿 它都能帮你平 而且不赚钱 它还倒贴 嘿 年轻人 以后遇到这种慈善举格 建议先去做一个DNA鉴定 一劳有益啊 而这些学员呢 在提出退费要求的时候 提的早了 好不过用 嗨 你还没事几天呢 就来质疑 来边打你 提的完了就用 唉 学了这么久了 现在想退钱跑路 来辱骂你 再问就是这个项目的人走了 不管他们的事儿了 一个学生啊 给我听了群里导师发的语音 处处透露着 随时都能搞你的暴力镇压 我他妈该急的提 我该搞你的搞你 说真的啊 这口气真的非常有黑社会那味儿了 还没进入大学的学生们 是真的会害怕的 那咱们再来说 在群里足够听话 真的能实现他们所说的 低门坎赚钱吗 不得不说 理论上是成立的 但是啊 是有但是的啊 根据我聊的那几个受害者 和卧底的受害者联盟群里 观察到的情况 我们给大家拆解一下 这些骗局的套路 先求一波大家公平上的保护 首先呢 进入项目会员群后 会得到一份教学视频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你们要做的呢 就是自己去注册抖音账号 然后注册完抖音账号之后呢 像他一样把这些资料 给他完善了 很简单 就是说白了 资料的方向就是 我是谁我是干嘛的 对吧 他这张写子就是 14岁出社会 一个运气好的01年线上 请千万小玩家 他的这个个人简介是这样的 我给 我直接给你们讲清楚 个人简介啊 这样的账号 个人简介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我年纪小 我年纪小就出来会社会了 我现在年纪也小 并且我现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他上面写的 我有两家口识明互联网公司 他有吗 他没有 我特意去查过了 他没有啊 就是 编的 他们甚至贴心的帮你 把豪车和房都准备好了 当然啊 这车也受毒气了 看到这里呢 大部分学生也都能明白 他们所宣传的流量网项目 就是让你建一个 和他差不多的假号 通过拉人头的方式 收取佣金 所以理论上 只要你帮他们骗到更多的人 那确实能得到一点辛苦费 但是这些账号和密码 包括私信 都要对借给公司 每天的成交量达到实单 才能享受分红 也就是说实单以下 算你白干 咱就是说啊 如果能每天骗到十个人 那这会儿应该有人永久管饭了 当然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项目的 比如手机做任务 轻松赚钱的 试玩达人项目 再比如啊 元宇宙宠物项目 哎 说到这个元宇宙宠物啊 还支持他们的独家项目 但是说的好听啊 实际上就是发朋友圈和抖音 帮他们卖猫 这个元宇宙 就是学员们的朋友圈 就不说啊 他们是不是网上搜的图片忽悠你 一支付我卖五千五百元 价格也就是某宝均价两倍 某多的十倍 那接下来的问题来了 这些流量网背后的人 是谁 顺制受害者给我的汇款截图 商户名创我反复看到了一家公司的名字 那就是浙江国梦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我们在天眼查查查查这个公司啊 发现旗下有两个公司 在企业2020年年度报告里 这家为零人缴纳社交保的公司 可以说是专门为了骗局而生的 我们可以看到啊 整个教学模式里 有非常明显的涉嫌传销的影子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 通过发展下限来冲业绩 或者需要花钱入会的组织 就有传销的嫌疑 但是在一些学生找骗子们理论的时候 被骗子们发出了诽谤警告 只要我们查查刑法就会发现 这些骗子的有恃无恐是有理由的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 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2 第70条规定 涉嫌组织领导的传校活动人员 在30人以上 且层级在3级以上 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与立案追诉 但是在我们的上述事件中 当受害者报警后 被警方认为经济纠纷 该公司的工作人员也表示 他们的项目为合法 合理的二级分销 要告就告去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察觉到这里的漏洞 这些所谓的导师 让学生建立自己的账号后 将所有的信息直接对接到公司 所有的行为在他们的操作下 都可以被简化为二级分销 而且像那种宠物项目 还有食物 只要发了货 甚至可能不够成诈骗 而且经过杭州市 萧山区警方和受害者去调查后 该企业登记的注册地 根本没人来住 法人也联系不上 导致很难立案 目前为止 受害者联盟还没有收到立案受理的通知 我在调查的过程中 这些国梦群 因为被受害者爆料而迅速大清洗 大家几乎在同一时间 向我就表示 原来的群被解散了 所有的成员都需要重新严格审核 才能拉进新群 聊到这里 我突然发现了一件细思极恐的事 在事件的一开始 当学生付了款之后 还不能入群 需要先签一份保密协议 贴一张表 其中包括自己真实姓名 加电话 加身份证信息 也就是说 及时以后 在你意识到 这个是一个骗局的时候 骗子已经掌握了 你最重要的信息 并且 可以以后用这个信息 威胁你 或者把这些信息 传递到下一代骗子的手里 抱着或许可以实现的自我价值 或许可以减轻家庭负担 或许可以实现 财富自由的美好幻想 在学校大力鼓励 创业的思潮下 在骗子们添油加醋的欲望燃料下 他们将自己最重要的信息 作为抵押一步步走进了骗子 精心炮制的深坑 而在这个过程中 学校能给学生提供的真实养料 远远跟不上精神催化剂的喷洒 到最后 在各个传销户坑的罗盛门中 本可以成为未来中流砥柱的热情 成为了市场发展中 一生生被收割的青春叹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